瓦罕走廊对中国和阿富汗以及中亚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极力促成瓦罕走廊的开通 如果说能开通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却被我们委婉的给拒绝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面尽快的建设瓦罕走廊开通的条件 那另一面我们要婉拒他开通瓦罕走廊的要求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不久前,塔利班临时政府外长就会见了我们中国驻喀布尔的大使 重点他就说到了开放瓦罕走廊这么一个事情 对面就表示呢,说塔利班为了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那言下之一就是啊,希望你中国尽快同意把这瓦罕走廊咱们开通吧 要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是阿塔这边呢 他为这个事呢,确实也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努力 你看在阿塔上台之前呢,其实阿富汗政府那边 就借助西方的力量开始修建瓦罕公路 在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之前呢,其实已经修了四百多公里了 那么最难的那几十公里啊,还没有动工 这就是小帕米尔公路那一部分嘛,还没有动啊 就剩了几十公里 这阿塔上台之后呢,就费了好大劲才修通这一段 虽说现在这个修通吧,他只是把主要路面修通了 像有一些硬化呀,一些其他的设施还没有完全布上去 但是整体上来说,应该他还是通了啊 也就是说呢,瓦罕走廊阿富汗境内部分的这个交通呢 基本上是能通了 那么关于尽快开通瓦罕走廊的这件事呢 阿塔提醒了我们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们一直是比较谨慎把它给挽去了 如果能开通瓦罕走廊的,那对我们来说 那肯定是意义重大了嘛 你看这个地方的位置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地区 以及咱们和巴基斯坦搞的中巴经济走廊啊 它是相邻的,战略意义呢十分的突出 有非常高的经济和战略安全价值 但是呢,我们也是有一定考虑的 首先呢,我们不只是把瓦罕走廊放在了中阿关系的层面 而是放在了整个的中亚和西亚 乃至中东布局的这个整体的大格局之中 你看啊,你假设打通了这个瓦罕走廊的话 我们就有了和巴基斯坦联通的第二个通道啊 这个横穿阿富汗呢,还能够联通伊朗 直达霍尔木斯海峡连接中东地区 这么大一个布局呢,是急不动 当然了,这个大布局它也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那么首先开通瓦罕走廊也是这个大布局中的一步 但是它还是要有所考虑的 第二点呢,你看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啊 是否能够长期的稳定,还是个问题呢 我们在帮助阿富汗人民的同时呢 正在建立与阿塔多方面的联系啊 但是我们也相当的慎重 第三,我们希望阿塔能够在执政的开放度和反恐的力度上 有所加强 也在观察他们是在怎么做的 瓦罕走廊开通了 那对阿富汗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呢 但是它有一个负面的 就是也给恐怖分子进入我们境内带来了便利 所以呢 这就要看你阿塔的你们的意愿和能力 到底你去到哪一步 你反恐的效果,你又能做到哪一步呢 我们这边呢也在为开通瓦罕走廊做出了物质条件上的准备 开通瓦罕走廊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真是要看你阿塔那边 你执政的合法性和你的政权是否稳定 是不是能和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做切割啊 实实在在的去打击三股势力 能不能有效的去平衡地区的安全